我們現在要講的是我們講過的事情 萬有一定律複習 萬有一定律 兩個任何具有什麼什麼的東西 就有彼此怎麼樣怎麼樣的力量 我們稱之為萬有引力 兩個有什麼的玩意 兩個具有什麼樣的東西 就會彼此如何如何 具有什麼的 具有什麼的 11 11號 11 萬有一定律任何兩個具有什麼什麼的東西 就會彼得怎樣怎樣 任何具有兩個具有什麼的 你說什麼 請坐 任何兩個具有質量的東西 都會有什麼的結果 都會有什麼的結果 萬有引力定律嗎 都會有什麼結果 我想找一位帥哥男友嗎 都抽不到男生為什麼呢 這個是幾號 不是 35 任何兩個具有質量東西彼此都會如何稱為萬有引力定律 請坐 都會彼此互相吸引 這叫做萬有引力定律 重點 萬有引力定律的大小跟叉叉成正比跟圈圈成反比 請問你跟誰成正比跟誰成反比 這我們的古時候都是教過的 我們已經講過這算是在複習 來跟什麼成正比 3號 跟什麼成正比 你對你講的很少這樣我聽到了你講的比較正確不是質量是 質量的成績他有兩個質量啊 他有兩個質量啊 所以質量的成績成正比跟什麼成反比 跟什麼成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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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應該要找一位 31號 跟什麼成反比 距離 距離不對 少了一個平方 跟距離平方成反比 跟質量成績成正比跟距離平方成反比 這個是重點 keyword 這是重點 然後呢就有一個公式 原則上國中不出現 叫做 這樣 f 等於 f 等於 g 然後 因為 那這個寫mv 是因為地球 我要講的是地球對我的吸引力 所以質量 地球質量 他再乘以我的質量 來除以 r 平方 因為國中沒有教這個大g 所以基本上我們沒有這樣的 基本上沒有這樣的公式 做計算 但重點就是 外力定律 地球對我的吸引力 就這樣寫 地球質量成我的質量 除以距離的平方 然後 G值 f 這個距離是要算到地心為止 算到地心 算到地心 為止的距離 不這樣子做 那 配合我們的外有引力定律 再加上我們的 牛頓第2運動定律 第2運動定律是什麼 f 會等於什麼 m a 那你就f 等於m a m就是我的質量啊 a 又等於哪一塊 又等於這一塊 m b 除以r 平方嘛 就是我的a嘛 就這樣來的嘛對不對 地球質量 除以地球半徑的平方 再乘以g 這個g是個常數 就不會變的 所以就變成 大家都沒有變啊 這個事實裡面 大家都沒有變啊 g 是常數不變的 m b 是地球質量也是不變的 r 是算到地心為止的距離 地球每個都是半徑 也是不變的 所以就告訴我一件事情 任何一個東西 你後面層的質量 不一樣大 沒關係 你前面這一塊是一樣大的 所以你的加速都怎樣 一樣啊 你的肌肉這一塊啊 都一樣 都一樣 多少 我們要你背9.8嘛對不對 當然 你可以看得出來 如果r不一樣 其實會不會一樣 不會一樣 所以你離地心的距離如果不一樣 你的重力加速度就會 不一樣 但是地球半徑是 六千三百七十一公里 我們平常生活的變化的幾百公尺 然後幾公里 都為不足道 都不用管它 所以我們就當它好通通不便 當然 如果一些精密的測量 它可以去測量這個重力加速度的變化 然後來瞭解地底下到底會有什麼事情發生 是它的質量特大還是怎麼樣怎麼樣 那是別的問題 基本上我們在國中的時候 我們的重力加速度都是一樣大的 任何東西在地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 9.8 為什麼 大家都9.8 因為它就長這樣啊 gmv除以r平方啊 大家都長這樣 所以大家都不會變 大家都不會變 就是我們的 重力加速度 由 萬有引力定律 配合 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綜合起來 得到 重力加速度應該是這個樣子 就知道 大家的加速度都應該會 一樣 然後背下來 它大小就是9.8 就是有關於 我們談 簡單 複習 萬有引力定律 跟配合牛頓第二 得到重力加速度的部分 OK